現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是由47個聯合國會員國所組成的跨政府機構 每三年舉行選舉輪換一次 目標是在全球範圍內促進和保護人權 英國風險評估諮詢公司梅普爾·克羅夫特在昨天發表的研究表明 中共希望輸出修正主義人權觀 這樣使人權理事會變成爭奪人權標準的地緣政治戰場 這項研究還發現中共正在利用經濟實力來左右人權理事會的投票 而一帶一路倡議的受惠國是最容易受到影響 有跡象表明中共以及盟友正在弱化國際人權行動 而梅普爾·克羅夫特在報告中指出 中共已經從被動抵禦全球對他人權記錄的批評 轉為形成而且倡導自己的人權品牌 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正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工具 報告指出對於中共來說 北京的集權主義發展至上的人權框架破壞了個人自由 並且強調經濟發展高於所有其他權利 為中共提供了煙幕讓它們看似參與了人權 但卻有效逃避對侵犯人權行為的問責和審查 據梅普爾·克羅夫特統計近四分之三也即33個國家的人權理事會成員國 被認為在公民及政治權利領域處於高風險或極高風險 這樣表明這些國家在弱化國際人權行動上可能有著共同利益 這項研究還指出中共對於人權理事會關鍵機制的政治操縱越來越複雜 全球批評被壓制越來越多國家加入對於北京人權記錄的粉絲